白象新出的蟹黄棒面真的好吃吗 先看视频 买回来了 白象蟹黄棒面 两盒花了我49块9 平均一盒25块 说实话有点小贵 汤细节 100克蟹黄酱包 进行量 面饼加调料208 面饼上90 花了这么多的钱 最重要的肯定是看这个蟹黄 来看配料表 蟹黄风味酱包 第一位是水 然后是蟹粉 第三位胡萝卜 第四位咸蛋黄 第五位蟹油 经常量是100克 所以说虽然是100克的蟹黄酱包 但其实它并不完全是蟹黄 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的 打开 蟹醋 蟹油 蟹黄包 然后是一盒面 使用方法 开水下面5分钟 然后再把三个甜点包加进去 放匀即可 好 下面我去煮完面 放好了 说点个人感受 相比较以往买的那种纯蟹粉 白象的这个蟹粉呢 要稀一点 就是颗粒感没有那么强 大多数都成这个酱了 像这种大的颗粒非常少 来粉丝先吃 本来想吸一下一大口的 结果这个面太黏了 毫无疑问 味道是好吃的 蟹醋的酸味 加上超浓郁的那个蟹黄的风味 一吃就停不下来 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蟹黄酱 有点像沙蟹那种花生酱拌面的风格 超浓 而且超黏 解决了 今天这个蟹黄拌面 味道上来说 几乎是无懈可及 小荣哥之前也吃过 那个108块钱的蟹黄拌饭 老实说 味道差不多 就是可能108块的那个蟹黄蟹膏 都是大颗粒的 它这个是成酱的形式 加上一些颗粒 25块钱 如果你想尝鲜一下蟹黄拌面正宗的味道的话 推荐你可以试试 四颗星